那剩下這個APP的部分呢 我平常比較用的其實是這個 您用這個關鍵字可以找 你會找到兩個 一個是簡體的 一個是反體的 就是我們講正體功能的 那老實說這個簡體的這個功能比較多 所以大部分是用這個 大部分用這個 那沒關係 反正等一下我們就去看畫面 你看一找了有沒有找到兩個 這兩個上下這兩個 你安裝起來之後呢 你把它打開 把它執行這個APP 捲到最下面就有看到 有沒有一個開啟服務器 你只要把它打開就好了 那麼打開之後呢 第一次會問你一件事情說 要不要下載這個編碼的方法 他說檔案比較小一點 所以都老斷試 當然這樣左也沒關係 反正就第一次而已 好進來之後就是像這樣子 那個南投國技能在這裡 有興趣嗎 連接看看 那麼您會看到它的畫面上 有沒有注意到 他說要怎麼連接 有沒有一個IP位置 就出來了 那您稍微留意一下 這個IP 除了前面這個號碼以外 有沒有注意到 後面也有一個帽號8080 這個我們一般講叫PO號 那所以這個也要打 你看我在這裡 老師有沒有注意到 我打的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你只要打這瀏覽器 打入這個位置就可以看到了 那麼官方是建議 各位呢 你預設進來的時候呢 你可以自己選擇 要不要有影像 要不要有聲音 因為它可以錄音 它也可以錄音 所以你可以自己選擇 官方是說用Flash 影音Delay的情景 會比較少一點 那您可以自行決定 換你您電腦沒有安裝 你不用予軟器 效果也可以 效果也可以 所以您就把它按一下 這樣就畫面就出來了 就可以馬上看到 你手機上的畫面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OK了 當然如果您覺得 這樣子好像有點太小 對不對 有沒有這裡的圈幕 你可以選擇用全螢幕的 有沒有覺得比較大一點 這樣就比較大一點 欸 要會開全螢幕 那怎麼說回來 F11也可以有沒有 這裡 你按這個之後 其實我們也可以直接按F11 有沒有 先放在F11 再按全螢幕 它畫面就比較大 好 畫面就比較大 鍵盤上的F11 它會另一台一個 所以你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好 那麼 剩下來的剛剛其實 都有稍微講過 就是您可以在這邊 去做一些設定 做一些設定 這樣做 比較方便 有沒有 那你要 看得比較近 看得比較遠 直接從這邊做可以交交 好 事實上還有一個功能 其實那個 平常老師搞不好 您在攝影的時候 都有用到 有沒有用到 有嗎 沒有用過 因為有些時候燈光比較暗 有時候燈光太亮 燈光暗 有些人也許會選擇打閃光燈 對不對 但是閃光燈不是有好辦法 因為 手機的閃光燈聲 老實講也亮不到哪裡去 對不對 這個時候怎麼辦 來 試看看 向它亮一點 你覺得有沒有亮一點 太亮了 向它暗一點 像現在門打開有沒有 是不是太亮 門關起來 又太暗 向它開 有沒有發現變亮一點 所以 當那個曝光值 正的會比較亮 往這邊走 負的會自然就會變暗 自然就會變暗 所以您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很輕鬆的就可以去調整 不需要說我一定要ene外打一個曝光 除非說那個光線真的是差太多 光線差太多 那就比較沒辦法 那剛剛講到的路線 牛肉 這些應該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樣老師有沒有有點感覺 那 好 那就是這一個我比較常用了 那另外這個的話 我都有交代清楚 那另外這個也是雷晃的 因為它有什麼 iPhone的版本 iOS的版本 所以他一样的类似 就把它确定就好了 但是他的功能比较少 功能比较少 还有一样特别处理一下 他有两个跟刚刚那个不一样的 第一个 他连进来了之后 他有一个账号密码 所以您很会看到他有跳一个这样 要求你出账号密码 第二个 他上面显示的这个IP 有可能是错的 也就是他预设抓到他都给你10点多 可是实际上真正不是很有IP 所以说这个IP 为什么刚刚请各位老师先查一下 以防万一颗错了 又糟糕 不对 这样也没问题 但是进去之后 他功能稍微比较少一些 现在看不到没关系 就是进去的他的功能 大概就是拍照存档 然后就对焦这几个人 就没有像我们刚刚功能那种功夫 没有像刚刚那种功夫 所以 IP 摄像头这边 真的 因为现场我没有准备那么多 所以我没办法那么多的 实际去试试看看 但是您可以尝试一下 有需要的 我们这次延期很难得 有送礼物 对不对 大部分延期都没有送礼物 下次跟头老师讲 金费争取多一点 其实我本来买四个 可是因为去的时候 春渣 有没有东西 后来二渣 不知道 不然 你们班应该也要送两个才对 这样OK 所以这个 花费不多 但是应该可以把您的旧手机 稍微再提升一下 好 那我把画面先还给您哦 好